车窗上的手 TikTok视频主Security98分享了以下这支影片 注意到了吗 前车窗上出现了一只苍白的手 这支影片来自于一位警察的拍摄 他在路边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 并且声称自己仿佛看到了汽车内有人 然而当他打开车门后 那里面却什么都无法看到 看上去仅仅是一辆破旧的汽车而已 那么在警察打开车门之前 出现在车窗上的那只手应当如何解释呢 这辆汽车又为何被遗弃在路边呢 监狱中的鬼脸 YouTube视频主Jungled Up Kitten 与朋友靠着父亲的关系 进入到了一座早已不再被使用的旧监狱中 他们在那里待了六个小时之久 大部分时间都在鬼混 并且开始模仿节目幽灵猎人进行拍摄 虽然这群年轻人原本无意寻找鬼魂 但是他们在编辑恶搞视频的时候 却发现了让他们感到十分后怕的一幕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程序 大家都在自己的小区域 用手机器 我们正在观察一下 看看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东西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证据 自己的故事 注意到了吗 当频道主经过一扇楼房的窗户时 在那里出现了一张诡异的脸 那像是一张男人的脸 似乎在张着嘴巴大叫 而当频道主等人路过窗户后 那张脸也开始变得淡化了 事后频道主讲到 这座监狱早已经被废弃了 牢房已经被锁住 所以出现在牢房窗后的脸 绝对不会是人类的 不过无论怎样 那张可怕的鬼脸 都已经将这些年轻人们吓坏了 加油站魅影 Reddit用户blabblabnum93 在一家加油站上班 凌晨四点左右 这位网友正在办公室打字 他碰巧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看到了这个 这幅画面令他感到十分好怕 我是不是不是 动人 дома 造长吗 让人 imprison 跟电脑 可是 电脑 还 用感争 智コ 会 胃 在画面中移动着的影子 会不会是安全摄像头的故障呢 又或者是某些不为人知的存在 被记录下来了呢 9号变电所 以下的分享来自于SCP基金会系列 它被称作为9号变电所 分享者是一位名为CityHoolihoop的网友 他是一家电力公司中负责寻查维修装备的保安 日常的工作需要在几座变电所之间流动 与人们常规印象中的电力公司有着一定区别 周围网友工作的电力公司位于荒郊野外 周围是几千亩的林地与河流 曾几何时 这附近有一座矿镇 然而 由于矿镇的下游兴建了水坝 这导致了矿物与工厂全部被淹没 直到湖水逐渐退去 人们才重新在地面上建起了新的工厂 然而新工厂的地面之下 却遗留了无数的地下室与隧道 那里仿佛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地下迷宫 并且常年被深不见底的积水覆盖着 曾经有人在下面走了六公里的距离 但却仍然没有找到任何尽头的痕迹 在雨天的时候 巡查变电所是网友这种保安的工作任务 他们需要走到地下室 确保每一个污水泵都被打开 否则积水就会重新没过地下室沿到变电所 然而工人们从来都不敢走得过深 甚至在工作时都要带着两个手电筒 因为一旦带了一个手电筒 并且坏掉了 那就意味着你要孤身一人 在绵延数公里的朽烂与腐臭之中 摸索前进了 每当新员工到来时 老前辈都会对他们嘱咐 不要随意走动 不要探险 走下去做好工作 然后马上回来 而一段诡异的事件 则围绕一座被称为9号变电所的地点发生了 约翰是这位网友的一名同事 这位聪明内向的好人约翰 在一次维修过程中失踪了 人们报警后 在地下彻底巡查了近一个月 仍旧没有找到约翰的一丝踪迹 过了一段时间后 网友带着最新的消息重新发了帖子 一位叫做艾德的同事在一次维修工作中 发现了约翰的手机 他被放在专业的箱子里 因此在过了这么久过后 手机仍旧可以打开 他们在为约翰的手机冲上电后 翻到了约翰在地下室拍到的照片 其中有几张是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看样子 这位名叫约翰的工人 来到了一个其他人都不熟悉的位置 同时请注意最后一张照片 在前方的黑暗中 似乎有一双发光的眼睛正注视着镜头 这是否与约翰的失踪有关呢 而一位老前辈则认出了最后那张照片的位置 他说 那里就是曾经倒塌的矿井 事件诡异的地方在于 艾德在9号编电所发现了约翰的手机 然而从工作记录来看 约翰失踪之前并没有到过那里 大家将手机交给了警察 警察又带着几个巨大的抽水泵来到了变电所 在众人竭尽全力将9号变电所的水排干后 地下大厅终于浮出了水面 所谓的尽头却是一个通往更深处的楼梯 而警方则在那里发现了一具遗体 然而那具遗体却并不属于约翰 在9号编电所事件分享的最后 周围网友只留下了一支影片 无法得知这是否是约翰手机拍摄到的内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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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在望不到尽头的无尽黑暗之中 却传来了模糊的老式收音机的歌声 而这段影片的最后 拍摄者来到了约翰留下最后一张照片的那条矿景隧道 在一片黑暗中 最后的一点光亮也消失了 那位网友也没有再次更新任何有关9号变电所的内容 约翰在最后的时刻究竟去向了哪里呢? 警方在水底找到的尸体是谁的? 地下室的歌声又从何而来? 或许有关于9号变电所的真相 永远都不会有人知晓 电梯中的红衣女 日本的一家漫画咖啡厅位于大楼内部 接待处的监视摄像头恰好可以拍到入口处的电梯 以下这支影片来自于咖啡馆内的监控实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看到了 首先,监控画面中走过了第一位顾客 随后电梯门打开,新的顾客进来了 这时,在这位新顾客身后的电梯中 可以看到一个身着红衣的女子 而那名女子竟然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 根据相关人员的采访透露 在附近的公园内,曾有一名年轻的女子自杀身亡 那么,这个出现在电梯中的红衣女 会是自杀女子的亡魂吗? 又或者,这仅仅是电视节目的一场恶作剧呢? 洞穴怪物 不能 konuş 不太过去 治疾病 有 imposed Multi 陈iker 出了 你看著我 是的 の人 TikTok视频主LQKai.TV分享了这段影片 影片中两个人在一个狭窄的洞穴中探险 这时洞穴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随后爬在前面的男人 像是被这个洞穴怪物拖进去了一般 而同伴的呼唤再也没有得到回应了 Bismillah I say can ba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